哈囉,今天我們來稍微聊一下 Polyductor這個Node Polyductor這個Node它裡面包含了很多個功能 而且其實它還蠻好用的 除了檢查以外,它還可以做修復 它的修復包含這兩個功能 RemoveOverlap RemoveOverlap 跟RemoveOverlap Peer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Polyductor的幾個功能 首先我做一個Grid 那這個Grid我故意讓它產生Overlap 就是像這種點跑到其他的面上面去的這個情況 這邊做Overlap的偵測它可以看得到一些已經發生錯誤的一些資料 第一個Grid這個是屬於Edge跟Point的Overlap的部分 所以看Primative這邊就沒有什麼用 要過來看Edge跟Point這邊 我已經調了一些基本的數值 所以我如果把Egrown這邊改成Mark 就可以看得到它找到了哪一些它認為是錯誤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它就可以進行修復 這邊有一個是Grid Grid 跟Locally Small Edges 它們兩個會各自抓到不一樣的資訊 所以如果我不用Mark的 我直接用Repeer的話 它其實就會修復它抓到的那一些錯誤 它的參數調整其實還蠻困難的 如果兩個都Repeer的話 它可以修復大多數 但像這裡它還是沒有修復到 因為這裡 對某些情況來說它已經不算是Overlap了 只是它在顯示上它還是會有Overlap的情況 這邊的話就是調整這些參數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修復結果 然後它可以越修復的越平整 如果你們不看這個Visualize的話 就可以看到它修復的情況 大致上來說 它也有一點像是Reduce Polygon的情況 那它會產生這種 繞單的Edge在外面 這個是Overlap Edge跟Point的部分 那這邊這個是我只Mark出來 但是我並沒有修復它 我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試著修復 但是其實我覺得讓它自己修復好像會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Polyductor它在處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產生attribute 所以它會有Vault Polygons Repeer Polygons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Vault Polygon 只要是1就是正確的 0就是不正確的 那點這邊 Point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抓出這個attribute的話 可以在這邊 Blaster Group這邊抓attribute VaultPT Equal zero 這樣它就抓到了這幾個紅色的點 然後把它delete掉 然後順便可以把洞填起來 Field sample holes 但是它的效果其實並沒有它自己這樣子處理來的好 那這是第一種狀況 在Edge跟Point的部分 那第二種狀況是這樣子 這個在Polygon Geometry裡面叫做 Manifold Geometry Manifold Geometry 如果我們去看網路上的一些定義 可以看得到 Manifold Geometry它會是這樣子 兩個連在一起的Box 它中間還會留下一個面 或者是兩個Box 中間共用同一個點 共用同一個Edge 這種情況 它會叫做 Non-Manifold 有做建築跟室內的人 或者是跟CAD有關係的 就會知道 這個在Ryno跟SkateDrop的Model 轉成Polygon的時候 特別容易出現這種狀況 而且幾乎是百分之百會出現 在某一些3D軟體裡面 甚至是Render Engine裡面 早期來說 它甚至於是 認為這是一個不合法的Geometry 比較糟的甚至會造成當機 那現在放的比較寬 現在允許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 有時候這樣的情況 也會造成錯誤 所以Houdini的Polyductor 可以修復這個錯誤 它會放在Topology裡面 首先我先做兩個Cube 先產生一個Cube 然後再第二個Cube 看一下它的點 這樣 這時候它是分開的點 那我故意把它Fuse起來 共用同一個點 那到這邊 這邊就要選Topology 如果我這邊不選Mark 選Repeat 它就會直接 再把它拆開成兩個分開的 Topology這邊就是專門處理這個 On Manifold Geometry的Model 這邊其實有很多選擇可以選 所以其實要搞清楚 也是要花一點時間 這些都是它的判斷方式 挺複雜的 那第三個就是 另外一種情況的Overlap 像是這樣子 每一塊都有互相跌倒 那要怎麼處理這邊 互相跌倒的部分 先看一下我故意讓它產生的 一個Overlap的情況 第一個我做Grid 然後給它一個Circle 然後Circle這邊resample 讓它點數變多 然後CopyPoint起來 在這邊這個Grid 其實只有單一個面 我們先看一下 左邊這邊的這個情況 這個時候我把它Remesh Remesh之後 就幫它做Overlap 它就可以把 Overlap的兩邊相跌的 這些Polygon把它刪除 它沒有辦法去計算 中間一個平均值 讓它們兩個變緊貼 所以它一定會變成這樣情況 那這個情況就是 產生這種Overlap的時候 盡可能讓它 兩邊交疊的面積越少越好 因為交疊的面積越多的話 它就會減的面積就會越大 如果我這邊把它改成24個 它就會被剪成這麼多 這些中間Overlap的部分 都會被處理掉 Overlap之前 就要先調整好這些數值 讓它不要去刪除掉太多的Polygon 那這個我想要做一個 有點像是馬賽克地磚的鋪面 所以我希望它有落甘程度的規律 但是每一片又要有不太一樣的造型 這個時候大家都還是長得一樣 然後我把它們的中間的Edge 全部移除掉 再重新取得它的外框 用Resample方式重新取得它的外框 這樣它的點就會少很多 然後Attribute Blur 讓它稍微軟化一點 最後再Noise 讓它每一個都長得不太一樣 這樣就會得到一個 看起來是規律的 但是每一顆又有獨立不同的造型 這是第三個功能 刪除掉兩個相疊的Overlap 那再下一種狀況是這樣子 一顆球 然後我把它做成這樣子 因為剛剛是平面的 那現在這個是Solid 所以一顆球 然後給它一個Circle 然後Circle的每一個點 給它一個PScale的Randomize 然後CopyPoint過來以後 我如果在這邊選擇 Remove Overlap 它就會 我們可以看到 它Remove掉了這些 Overlap的部分 但是它雖然 Remove了Overlap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裡面的 它認為沒有Overlap 它還是存在 這個第二層 內層 它還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用Solid來做的話 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 做成推極的效果 像這樣子 但是這個就不是用Overlap 離開以後可以看到 它們有推極的效果 雖然不完美 但是其實貼起來的時候 是還蠻漂亮的 那這個方式是另外一個 頻道主所提供的 這是有這一個頻道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是 哪一國的文字 所以其實我也念不出來 那大家就搜尋 Houdini QuickTips Fix Mesh Intersection 就可以找到這段影片 那它用了一個很天才的方式 我把它放到我這邊這裡來 那到這個步驟以後 首先這邊先轉成VDB VDB.Polygon 然後這邊用PointerValp 那PointerValp這邊 它用了VolumeSample 抓了這個VDB的VolumeSample 然後跟原本InputE的Normal相乘 相乘之後 再把PointerPosition 跟這一個Normal的位置相加 最後就會得到這樣 這樣的一個結果 把它們移開來就可以看到 它有出現一個類似推極的效果 但是這個功能在使用這種 造型比較軟的Geometry上面 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我用方塊的話 這樣子的 它的效果就很糟糕 完全沒有什麼推極效果 把它Subdit 多幾次耶 也沒有任何的幫助 差不多 所以這邊的推極的效果 就沒有用圓球的這麼好 這是另外一種可以解決推極的方式 VDB它有一些很有趣的功能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這樣的 這邊也是一個球 然後也是一個Circle 然後給它一個Randomized的PScale 產生這樣子的結果以後 VDB from Polygon 然後再把VDB轉成Sphere 這樣就可以有類似的效果 如果我們這邊看 它的預設值這邊是打開的 所以它會Overlay 把它拿掉它就不會了 那最小半径 把它提高提高提高 它就會小球就沒有了 數值越小它的球越多 OK 那這邊產生了一個PScale的Attribute之後 這裡有一個地方還蠻有趣的 這裡的PScale 它這邊是直徑 但是這邊是半徑 如果直接用這個PScale 再把它CopyPoint的話 會小一半 所以我在這邊把PScale乘以2 再到這邊它就正常了 就會等到跟VDB一樣的結果 但是VDB這個時候 這些球其實是Primitive 所以它的資料其實非常的節省 它只用50個點 那把它轉成Gram去的時候 資料量就變大了 就大很多 8100個點 16000個Primitive 這個就是今天簡單介紹 Polyductor的Overlap的一些功能 還有VDB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對大家學習和鼎鈴有所幫助 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建議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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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